今天做一个低碳水无浮制拿破仑千层酥 首先做千层酥中间夹的外焦关酱 外焦关酱其实就是卡士达酱加上淡奶油 卡士达酱的做法之前有做过 这次再复习一下 此处应该加黄原椒 没有黄原椒的话就用洋车签子可粉 加热不要超过80度 之后用料理棒打得顺滑一些 再加入香草精 放到冰箱冷藏 取出打发 再倒入50克的淡奶油 再继续打发 基本不会打发成很硬挺的状态 而是有点粘稠 装袋之后放到冰箱继续冷藏 接下来做酥皮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先做一个油酥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就是这最关键的食材 豆腐皮 裁开一张30厘米见方 重量大概是11克 然后加入油酥 翻折 另外三边用保鲜膜来封死 之后就用擀面杖来擀 这个没有任何的难度 因为这个油皮很结实 不会擀破 油酥也很容易擀均匀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操作难度为零 就是油酥擀平越薄越好 均匀地分布在豆皮的夹层当中 擀好了之后 如果擀的时候有一些油酥 已经漏到了外边 就直接刮掉 接下来再放一半油酥 对折 再用保鲜膜把三边封上 继续擀 同样目的就是让油酥 平均地分布在豆皮当中 擀均匀之后 再放上最后的油酥 还是重复上面的步骤 用保鲜膜封上三边 继续擀平 擀好之后 放入烤箱 热风打开 165度烤25分钟 放凉之后 就可以开始组装了 这样看起来还不是很像 把四边切掉 看看这个边角料 是不是有那意思了 最后一步就是组装 一层酥皮 一层卡士达酱 再一层酥皮 再一层卡士达酱 再再一层酥皮 再再一层卡士达酱 最后再装饰一点水果 关注好好吃瘦 分享低碳无糖 无腹制饮食食谱